各位全福堂的弟兄姊妹平安 很快就聖誕會到 過往聖誕節來之前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 因為有三件事會發生 第一就是人可以放假 第二就是人會去度假 第三一定會有減假 為了放假、度假、減假 我們非常期待聖誕的內留 但我們也知道今年的聖誕和往年不同 今年會過一個不一樣的聖誕 人不想放假、人不去度假、人被迫要減假 去年我在香港和家人吃聖誕大餐 今年我在波倫多和家人家一天三餐 我相信很多人很想要的一件事就是平安 很需要的一件事就是心安 我相信未來的新年 如果賣徽春的人有兩個徽春一定要有 第一個就是出入平安 第二個就是身體健康 其實平安有很多種 正如徐曉鳳有一首歌叫叉燒包 裡面提到有叉燒包、蓮蓉包、豬肉包、豆沙包 很多包 包有很多種 平安也有很多種 買保險為平安 所以保險也有很多種 有汽車保險、旅遊保險、房屋保險、人壽保險 有水險、風險、火險 專業、職業踢球的為雙腳買保險 鋼琴演奏的為雙手買保險 唱歌的為一把聲買保險 有不同的包、有不同的保險、有不同的平安 但是有些的平安是我們不可以沒有的 是不可以失去、是不應該失去的 有些人為了平安、為了一份安全感 我們會想盡辦法、我們會揭盡所能 好像在疫情當中 我發現有些人的家裡真的防疫措施做到足 入門前、入門後都有一定的手續、一定的程序 有些人為了求平安、求心安 防疫的資源亦是儲備足 我記得一次和太太說 我們看到所有的 算一算而已 很簡單算一算而已 我想兩、三年都用不完 我看看沒辦法 為求心安、萬無一失 人會想盡辦法、揭盡所能 我二月份回到多倫多的時候坐飛機 相機看到有人坐在那裡 其實那時候我只看到一塊東西 因為我看不到一個人的 眼、眼、口、鼻、手、腳、腳都看不到 包到緊張的坐在那裡 非常非常安全 我想他可能也是為了一份安全、為了一份的平安、一份的心安 我看到他其實我就不是很平安 不是因為他不平安 是我自己不是很平安 其實今天我們有平安 是應該的 是自然的 但是有些平安 我們是不能忘記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叫做不一樣的聖誕 不一樣的平安 我們先看看聖誕 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節 是記載了第一個聖誕 在當日天使報述 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節說 在至高之處 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 告訴我們神是願意把平安賜給人 以策書第九章第六節 那裡他說 因為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賊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這裡所說的嬰孩就是指主耶穌基督 路加福音所說的就是主耶穌基督的誕生 他有一個目的、他有一個身份 他要地上的人有平安 他是和平的君 和平、平安、和好 都是同一詞 都叫peace 都是peace salon 有三種平安我們是不能錯過 有三種平安我們要想盡辦法 揭盡所能 保持這份的平安 第一种是平安 就是我们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至十一节 那里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还作受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而知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不单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这里提到我们与神和好 就要因他得救 而且能够以神为乐 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与神和好 信耶稣之后我们要保持与神和好 我记得在圣诞节的 有一年的圣诞节过了之后 我突然间察觉到圣诞节之后 有一门生意是非常吃香的 真的在商场、报纸、电台、电视铺天盖地卖这个广告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说 这么大宣传 有很多钱的 会不会血本无归 他说很多人帮顺 是什么生意呢? 就是瘦身 减肥 为什么呢? 圣诞节吃得太多了 很多人吃的时候什么都不理 吃完之后不可以不理 于是就会参加这些瘦身和减肥的课程 减肥是要减肥的 我看了一个广告 他说三十天之内减肥多少薄 多少钱? 下面有一句很吸引的 是担保有见效 如果不见效的话 他说是存款退回 我说有没有那么夸张 有没有那么有把握 我太太说一定可以 不然这些公司收拾了一粒 连年都看到他卖广告 是不是? 越做越大 他说你一定要跟着他的指示 他的方法 他的规矩 在三十天之内 你要做到足 一定会收盒 他说什么呢? 他说其实不是减不减的问题 而是减了之后 你能否保持到 那个磅数 你能否保持到? 是不是? 减不是问题 减了之后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就是 不只是成不成功 不只是和不和好 成功之后要继续保持 和好之后要继续和好 我看了一份报告 他说在人类历史三千四百多年里 签订的和约八千多个 平均能够保持的只是两年 平均两年之内 或者两年之内就会毁弱 但是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 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 在你信主这么多年里面 有多少年你可以和神说 今年我与神是和好的 在今年里面有多少个月 你可以和神说我是与神和好的 我没有做一些他不想我做的事 我有他做我应该做的事 有没有与神和好? 有没有与神和好? 今年在疫情当中 我和弟兄姊妹聊天 发现他们也有分享 很多想做的事 做不到 不可以做 很多不应该做的事 做了 甚至很多不应该吃的事 吃了 很多人停了好的习惯 很多人开始了不好的习惯 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 在圣诞节的时候 和平的均泪是为了我们能够有平安 我们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在这个时候要想一想有什么 我们不应该做的 还是在做 有什么我们应该做的仍然在拖 在圣诞节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反思 有一个反省 有一个检讨 我们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心里做主 我记得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 有一个教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神可以随心所欲 可以在你生命当中随心所欲 你会做什么事 你会不做什么事 他说不要给理由 不要说难处 你自己写下它 他说我们写完之后 他说你求神帮你 去做你应该做的事 我们需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今次的大纲有点不同 我有三个表格 我盼望大家在圣诞节的期间 我们不能去旅游 我们在家里 我们好好地去反省 我们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今天所听的我们不仅知道 而且要去做 第一件事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我提醒大家有四件事我们要做 第一要写下它 第二要定下它 第三要说出来 第四要做出来 写下什么你要做的 定下你什么时候要做 跟人说你要做什么 最后你要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你就在打个梯 就是你做了 或者写了日期 你什么时候完成了 例如你要去找个人 例如你要去还一些东西 例如你要开始一些东西 什么时候开始了 写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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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下来 说出来 做出来 我自己每一年都会做一做这些东西 我记得我自己有一次 我写下了四个字 就是不要多管行事 不要多管行事 其实意思是正式来说我要更加专心 不要什么都管 以至自己弄到自己很忙 弄到自己很累 有时我太太都说 为什么你这么累 不是事必要你做的 这个世界没了你真的会不变吗 不是的 你要看着你自己 不要做自己太累了 我自己真的写下了 不要多管行事 其中有一些东西就写下了 这东西不要再管了 不需要你管 不是没有人管 有人管 你就不要管了 我就写下了一些东西不要再管了 我就可以专心去做一些我应该做的 定下什么时候呢 就是现在开始 所以写下了一些东西 就开始不要再管这些东西 同时我找了一个弟兄 我还记得Raymond和他分享一下 我现在真的要学 专心点 集中点 去做我应该做的事 不要别人做你又做 你都抢着来做 但最后我自己做了就打个Tick 就是我做了 但兄姐妹你真的要想一想 我们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有什么应该做的我们去做 不应该做的我们就不要做 想一想有没有 你想不到你问一问吧 问一问当然有的 当然有的 你就试试吧 试试吧 我们不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不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那种平安是非常之好的 非常之好的 我发现能够升过自己 而且能够知道我是做神要我做的事 我是没有做神而不要我做的事 真的很开心的 发现自己能够掌控 不是失控 不是失控 那种的心安是钱都买不到的 钱都买不到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退休会 是夏天八月份 夏天退休会 你知道我说到经常都出汗 我记得那里是夏天的 而且那里没有冷气 所以出到盛身汗 整个人说完了 他人黏黏黏黏黏的 我记得说完了之后 我就没有留下 立刻回房 干什么可以洗澡 冲完凉之后 我记得我走出来 我很好笑 抹完身之后 自己摸自己的手 因为那时候手关节很黏黏黏的 冲完凉摸一摸 哇很滑 滑不留手 原来你把一些很黏黏的东西 抹了它洗了它 很舒服的 一个人做些不应该做的事 心虚 一个人没有做的应该做的事 内疚 我们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但如果你知道的话 如果你知道的话 写下它 和人说 做个决定 而且要把它做出来 你可以拥有 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求神帮助我们 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二件事 就是要保守从神而来的平安 保守从神而来的平安 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至七节 那里说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女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第六节 必要一无挂虑 不要挂虑 这话谈何容易 你想想 每天打开电视 打开手机 打开手机 听到看到的 都是让我挂虑的事 这叫我一无挂虑 下面说 神会似出人意外的平安 出人意外是什么意思 你想不到 原来在这个这么不好 这么多忧虑的环境里 原来人可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有一次我和太太聊天说 我们说今天最好不要出街 因为出街不平安 留在家里有平安 我和他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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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家里也不是很平安的 他说为什么留在家里也不平安 他有时留在家里坐得太多 留在家里吃得太多 所以有时我每天都会上下榜 看一看 为什么支针过了一点 有时跟我说 哇 老婆 我重了两磅 重了两磅多 哇 这么夸张的 几天而已 因为真的在家里坐得太多 吃得太多 在家里也不平安 人不平安有很多原因 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人会有忧虑 人会不平安呢 有两件事 带给我们很多的忧虑 很多的不平安 第一件事就是苦难 第二件事就是罪恶 人间的苦难 人间的罪恶 让我们心里很不平安 有时苦难我们发现真的秘无可避 是不是 很简单对我自己来说 我发现年纪大是一种的苦难 以前真的很多东西可以吃 现在不能吃 以前可以吃很多东西 现在吃很多药 发现年纪大真的是机器坏 你没办法很无奈 有什么办法 真的很不平安 真的很苦 罪恶也是另一个原因 令我们忧虑 令我们心里不安 马丽芬24章耶稣说 当他回来之前 不法的事会增多 其实我们今天看一看 今天不法的事真的很多 不单多 有时多到离谱 离谱不是数量 是内容 那样都可以 那样都有 那样都可以发生 那样都可以发生的 想不到 想不到 所以有时苦难和罪恶 令我们心里非常不安 圣经说 神可以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为什么呢 因为在《毗达秘书》第四章第五节 他说主已经劲了 主已经劲了 主要回来 我以前看过电视剧 我很喜欢的就是《包青天》 有两套的主题曲 一套的主题曲就是 《鞋风忧歌爆青天》 另一个就是《鸳鸯蝦梦》 那首 我很喜欢看《包青天》 因为我觉得 看到公义可以得到新章 我是很开心的 看到恶人得到他的报应 我是很开心的 我记得我和太太看的时候 有时看的时候很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真是恶人当道 弱势的人避弃 哇 里面那种的难受 那种的愤愤不平 有时看得真是拍摄桌子 有一次我和太太看了 其中一集 说到一个孤儿寡苦 被一个有钱人欺负 我看得生气了 我和太太说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我不看了 我老婆说 我认识了 不要认识了 看完她 我说我受不住 忍不住 你看完她 我说为什么要看 怎么看 她说包青天要来的 每一集你忘记了 每一集包青天都会最后出现 都会审计 都会真相大白 龙头杂 虎头杂 狗头杂会拿出来的 恶人会得到他的报应 肥立比书第四人第五节告诉我们 主已经近了 词经里面说到耶稣回来 有人说有三百多次 提到三百多次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真的很关键 如果耶稣不回来的话 人真的没有希望 耶稣回来的时候两件事会发生 第一件事会有新天新地 在新天新地当中 启示录讲到有一章讲到 再没有病堂 再没有眼泪 没有苦难的了 在新天新地 第二件事是神的审判会到的 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神会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 公义是会得到新章的 没错 今天环境真的很差 但是这个环境是会过的 而且要来的是会好的 是会好的 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中国做培训 我去到近河南省 在安徽省的 但是在河南省 安徽省的边界附近 我就在那里做培训 做完之后我就要走了 我还记得坐火车走 晚上10点钟班车 我知道到凌晨才会到上海 那时候是八月 大家不知道 河南、安徽八月是很热的 而且我们买的不是什么远卧 或者远座 是硬座 硬座 后来我发现硬座 就是企硬 没得做 因为太多人了 人们四方八面地进去车厢 我记得那次我和一个弟兄两个一起去 终于我们两个都逼散了 我们看到大家 但是不能站在一起 没办法谈 站在这里 不能动 其实是很逼的 你睡着也不会跌倒 很安全 我记得开车之前我看看手标 快要开车了 还有11个多钟才到 我说真的不知道怎么过 那时候真的非常不平安 非常辛苦 不知道怎么熬 还没开车已经出汗 车一路开一个钟两个钟三个钟 我告诉你 每过一个钟是越来越辛苦的 不只是脚的问题 是心 是人 是很辛苦很辛苦 一路过 过了五个钟六个钟之后 我发现我心情有些改变了 为什么过了一半就到了 后来再过一个钟两个钟三个钟 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开心 虽然那时候我全身濕了 人又很累 很不舒服 很不自在 但是心里面有一份喜乐 有一份平安 因为我知道当车一直在走的时候 表示我越来越近 就到了 天要光了 车站要到了 我可以下车了 我可以下车了 我记得那天下车之后 帝兄来跟我说 徐帝兄你刚才干什么 我说什么事 我说你又站在那里 大家坐火车 他说你最后半个钟 你有什么问题 他问我有什么问题 我说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你没有看到周围的人都看着你 我没有留意 他说那些人觉得你不是很妥的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看着你也觉得你不是很妥 我说有什么不妥的 他说你有没有发现 你看着彪就笑一下 我说我也很担心你 我说我以为是什么事 我没有事 我看过周围的人就到了 我说很开心 是不是快到了 当然很开心 越来越近 我知道几点到站 我说真的很开心 我明白到之前 我整个人是越来越辛苦 但是我知道就到了 这个世界耶稣回来之前 是会越来越乱的 但是最乱的时候 有一句话怎么说呢 黎明来临之前 这个世界是最黑暗的时候 但是耶稣要回来 所以在腓立必书里说 你要记住主已经勤了 神是人出人意外的平安 第一次我们要保守 从神而来的平安 从神而来的平安 我们会有忧虑的事 我们要将忧虑的事 转成感恩的事 转成感恩的事 没错 现在有这些事是不好的 是不想有的 甚至是不应该有的 你要想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这些事都会没有 都会改变的 都会不存在的 例如我自己以前也试过 有时候考试真的很辛苦 读中学的时候已经相信了 考试很大压力 很大压力 真的不想考试 想到将来真的没有考试 真是很开心 感谢神将来不用考试 看到自己身体越来越不行 将来身体会改变 不会有病痛 不会有病痛 真是里面就开始感恩 没错 现今很多值得我们忧虑的事 就是同样 我们将来有很多感恩的事 我们今天不要只看今天 要看明天 不要看现在 要看将来 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里说 保罗说 我想现在的苦楚 如果比起将来 险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哥林德后书第四章十七节 保罗又说 其实当时保罗受了很多苦 他为了信仰 为了宣教 他有很大的牺牲 他承受很多苦能 在哥林德后书第四章十七节 他说 他说我们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 以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 无比永远的荣耀 你想一想的时候 今天没错 是很多很多的难处 是很多很多的辛苦 但是这些事情都要过去 正如我刚才说 我坐火车的时候 当我看标 越来越近 我心里真的笑出来 真的笑出来 我们要将忧虑转成感恩 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回到教会 每一个主日 每一次的主餐 我们不是单单纪念主耶稣过去的复活 我们还要纪念主耶稣将来他应许的在来 不只是过去所成就 而是将来他要兑现的 由于他过去所成就的救恩 由于他应许的在来 我们能够将忧虑变成感恩 能够保守从神而来的那一份平安 二项分十四章一至三节 耶稣走之前和门徒说 提醒他们 你们心里别忧仇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元氏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又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耶稣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回来 而且是越来越近 耶稣有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弟兄姊妹 神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神的复活 战胜死亡 耶稣一个例 将平安带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与神和好 我们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我们要保守从神而来的平安 将忧虑变成感恩 求神帮助我们 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有该有不该 有所为有所不为 求神帮助我们 保守从神而来的平安 将忧虑变成感恩 没有错 今天有苦难 但明天又盼望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平安 很多人忘记了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想尽办法 揭尽所能 要持守 要保持 要保守 要保守 这两种平安 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保守从神而来的平安 最后一件事 就是参与为神而作的平安 马里方第五章第九节 圣经这样说 他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 要是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和睦这个字 和和好和和平和平和平安 同一个字 Salom Peace 我们要做一个Peacemaker 我们不要有一个Peacemaker 要有一个平安 平安之子 使人和睦 人生中的平安有两种 一种是生命中的平安 一种是生活中的平安 耶稣基督把平安带给我们 我们要把平安带给人 我自己信主前 可以说真的没有什么平安 没有什么平安 信主之后 我有该一份平安 但是我觉得我信主之后 可能信得不清楚 我就是很期望 不单止有个分的平安 而且我盼望有终极的平安 我记得当时我和牧师说 我说牧师 你可不可以为我祈祷 让我早点见天父 我很想早点享受永恒的平安 因为现今我还要面对考试 又要打一份工 我是自己半功读的 很辛苦 我在一个西餐馆里做的 乘生生生寒 很想早点回天家 我记得牧师提醒我 徐弟兄 你不要这样 为什么你这么想去 我想早点回去享受天堂 天堂的福乐 你不要这么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世上有使命 你不要炸得这么快 你还没做完要做的事 你这么急 我还记得他给我看看 哥林德后书第五章 十七到十八节 他说你记得你信主的时候 我们送了一些信经给你 臨后五章就一句 他说 如果有人基督女是新造的人 救事以我变成新的了 没错 你今天与神和好了 后面有一句 十八节说什么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他说 弟兄你要记住 你与神和好了 你要使人与神和好 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你既意和好 你就要承担这个和好的职份 不单止你与神和好 你要帮人与神和好 我很感恩 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说话 我提醒弟兄姊妹 我们蒙恩的时候 也是蒙照的时候 我们不单止有救恩 我们不单止有新的生命 我们还有新的使命 我觉得以前在我神学院里 有一位神学生 有时候他来见我 因为我是他的导师 他来见我 他跟我分享他很开心 他信主不是很多年 然后他决定奉献读神学 他跟我说 徐弟兄你知不知道 我决定读神学的时候 我同事做了一个决定 我说什么决定 他说得很开心 他说我决定要跟我以前 不信主的朋友 一刀两断 我要重新做人 他说得很像我这样的 是很有气势的 我跟他们一刀两断 重新做人 我听到之后 我睁着眼看着他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我要重新做人 我现在读神 我奉献给神 我完全要为主 我问他你为主做什么 为主去救灵魂 你跟他们一刀两断 你怎么救他们 我跟他说 请你回去 你要跟什么一刀两断 跟以前不正确的事情 或者你以前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不正确的事情 你跟那些一刀两断 你不要跟那些人一刀两断 你不要忘记 你有生命 你有使命 你与神和好 你要帮他们与神和好 很感恩他听 他听 他今天已经是牧师了 牧会已经有七年了 为他感恩 但兄姊姊姊 我们有时候真的要 我们要记住 我们有的人 我们与神和好的人 我们有的要想到那些没有的 我们有的想到那些不行的 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不明白 有些人有困难 有些人没有什么能力 我们要帮他们才可以 有的想到没有的 有的要想到那些不行的 当你在教会 在网上庆祝圣诞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在教会外面 在网下 那些不会庆祝圣诞的人 我再说一次 当你在教会里面 在网上庆祝圣诞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在教会外面 在网上庆祝圣诞的人 那些不懂得庆祝圣诞的人 当我们在家里 甚至说另一件事 当我们在家里拆礼物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那些没有礼物的人 所以我自己在家里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我真的很在意 在借饭的时候 要为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在家里整整整 我们在桌面上有饭 有饭 有筷子 有筷子 有很多人 在极度困难的里面 我们要纪念这些人 纪念不仅是口供 我很感恩我的儿子 在聖诞节 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因为他们不可以在教会聚会 我看到他真的是 他特意买了一些东西 他自己去预备一些早餐吃的食物 他把食物焗得很脆 又放了一些调味料 很香 因为我们也吃过很好吃 他做完之后 一包包好了 然后他就写圣诞卡 一张一张写了一些 每一个人有名字 然后他跟这个人要说的 预备好了 然后他就会送到每一个的 黎英子梅的家 我很感恩看到他这样 他是很有情的一种人 然后他又做了另一件事 我看到他买了很多东西 买了几箱的东西 我说你买这么多罐头 买这么多意大利粉 这些罐头汤 做什么 花生醬 因为他想送到那些食物银行 他说他想送到那些地方 他真的送了三个地方 他亲自开车 送到这些地方 送到他们的当中 我看到我儿子这样做 我是很感恩的 聖诞节不只是想我们享受什么 不只是想我有什么礼物 你要想那些真的有的 想那些没有的 可以那些想那些不行的 我看到圣诞期间我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Christmas with a Prince》 《与王子共度圣诞》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很短的一部电影 专门为圣诞节做的一些电影 在里面说到一个医生 他在一个病同医院里面 他跟那个王子在聊天 看着这些小孩 他就流出眼泪 他说这些小孩这么可爱 其实他们为什么要受这些苦 他说我在这里很想陪他们 陪他们庆祝成诞 这个王子被迫 因为他受了伤 滑雪受伤 就住在这个医院里面 后来跟他们过了一个很好的成诞 我看完之后 我想到多伦多有一间病同医院 所以第二天我自己就上网 做了一个捐献 来给这个病同医院 虽然我不认识这些小孩 但我盼望都能够做一点点事 来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字 希望在其中有份 我又很记得 在2014年的时候 有一个神学生来找我 他说徐老师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我说帮什么呢 他说我们上完港道堂 但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不懂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有一个小组 教我们 听我们说 给我们一些评论 一些指点 让我们可以在港道上学好 当时我想我也很忙 但他很有诚意 他说有两三个人都想这样 我说我们开始 我开始了第一个叫港道团契 当时有六个人 我们看一张照片 我最近 六年前2014年开始 到今天 我有五个的港道团契 港道团契 同一班神学生 同一班传道人 一起来学习港道 郭海神给我很多机会 学习港道 有港道的机会 有很多 比一般的人都多 我常觉得 在我里面这些学习当中 我学到了 我有了 我不是说我有你没有 而是我有 我要给 我愿意跟你分享 所以每一次讲到团契 我愿意对他们的讲章 有点评有评论 说完之后会给他们意见 他在教会说 我会上网去听 听完之后会和他们有讨论 我觉得我们有的 要想到那些没有的 可以的 要想到那些不行的 今天还有很多人 未信主 我们总要做些事情 今天还有很多人有需要 我们总要给些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我坐飞机 回多伦邦的时候 在飞机里面看出电影 叫做Hexor Ridge 中文也叫做钢巨嶺 就是说到在Oakinawa一场战役 美军其中有一位 有个兵 叫Desmond 我不记得他不是那些前线的人 他是那些后勤的人 但当日他也去了前线 当时美军已经退下了 因为敌方的军火真的很厉害 火力很大 已经退下了 但是他看到有很多伤兵 在这个战区里面 他不忍心 钢巨嶺 因为他有一个好像懸崖 他自己就找一条绳 把那些伤兵冲进去 战区把一个个救出来 然后把他们放下去 绑住他 然后放下去 让他的手都出血 如果你看过 你会记得那些长脸 一路整晚 他总共救了75个人 这是真人真事 这个人叫Desmond 真人真事 成手都血 他没有力了 已经不能动了 他就祈祷了 他是基督徒 他求神 他说 给我一个人 再给我一个人 救多一个 救多一个 一个一个救你 救了75个人 这部战区给我有很大的感动 很大的感动 很大的提醒 今天为别人所需要的平安 参与 我们要参与为神而作的平安 我们同神说 求你再给我想起一个人 求你再给我想起一件事 让我可以为你去做 以致人可以有平安 对我来说 我一样 在这个疫情期间 在这一年的里面 我说了很多 每一次我说到的时候 我都同神求一样东西 求你再给我一篇道 再给我一句话 很多时候像今次这样 我要录影的 我录了很多次 一篇道可以录几个钟头 我说到喉都要杀了 我求神给我一篇道 给我一句话 能够帮到人 能够帮到人 圣诞节 我们英文叫Merry Christmas 我们会和人说圣诞快乐 我想到今天很多人在圣诞这个期间 是不快乐的 是不快乐的 我盼望我能想起这些人 想起这些家庭 《小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说 我们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 《施比寿更为有福》 弟兄姐妹 我很想提醒大家 我们真的需要参与为神而作的平安 我下面有另一个表 还有什么未信主的人 还有什么我们要做的事 有什么有需要的人 我们要给的事 或者做的事 把这些名字写下来 写下来 不要只是自己求平安 我们要给人有平安 给人有平安 今天给大家有三个表格 三个表格 大家可以填 第一个我刚才说过 就是我们有什么 要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有什么要做的 有什么不应该做的 我们写下来 我们定下来 我们说出来 我们做出来 接着我们要保守 从神而来的平安 将忧虑的事 变成感恩的事 变成感恩的事 第三 我们参与为神而作的平安 有些未信的人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常常做一件事 因为我也有很多机会 讲报道会 我会把这些信息给人 我说请你去听 请你去听 你说我听 包括我家人 包括我的朋友 我会问他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 听成怎么样 有什么回应 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问题 我又会送一些我写的福音小冊子给人 总有事可以做的 求神给我们 给我们一件事 给我们一个人 给我们一件事 在一个不是很快乐的圣诞节 我们带给人有快乐 在一个不是很平安的圣诞节 我们带给人有平安 求神帮助我们 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有该有不该 有所为有所不为 求神帮助我们 保守从神而来的平安 将忧虑变成感恩 没错今天有苦难 但是明天有盼望 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 求神帮助我们 给我们一件事 圣诞前职 我们叫做平安 今天多少人 多少家庭 没有平安 圣诞是为了让人有平安 要人有平安 求神帮助我们 保持与神和好的平安 保守从神而来的平安 参与为神而作的平安 今年的圣诞是不一样的圣诞 我们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平安 求神给我们一平安 求神给我们一件事 好好为主得平安 好好为主为人有平安 最好的圣诞礼物 不是我收的 不是我们收的圣诞礼物 是我们给的圣诞礼物 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 有一种不一样的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 圣诞快乐 我今年回不了香港 我盼望香港更多的人 更多的家庭 可以有他们所需要的圣诞 愿意你和我都尽这份力 尽这份力 带给更多人 带给更多家庭 有平安 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事 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人 我们要为神做祂喜悦的事 让我们将这份平安 带给人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挑衷 天父求祢 真是我们在这个时候 求祢让我们想到一些的人 想到一些家庭 求祢把这些人 把这些事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年尾的时候 在圣诞来临的时候 求祢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 求我们按照和平之君的心里 将平安带到需要的人群当中 求祢给我们一个人 求祢给我们一件事 帮助我们保守与神和好的平安 帮助我们保守从神而来的平安 帮助我们参与为神而作的平安 让这个圣诞是一个不一样的圣诞 让人可以有不一样的平安 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忧虑 今天这个世界需要我们伸出我们的手 将开我们的口 打开我们的心 将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耳朵 我们要去听 我们要去聆听 我们要去感受 我们要去行动 求祢给我们每一个人 今年有一个不一样的圣诞 不是负面的 不是忧愁 不是不开心的 是正面的 是积极的 求祢用我们 我真是为香港求平安 为世界求平安 求祢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之子 一个平安的使者 在我们身边 在我们的群体里面 让我们真是撒下平安的种子 结出平安的果子 求祢这样使用我们 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圣诞 又是一份不一样的平安 谢谢主 求祢加力奉耶稣的名其中 阿们 多虚 一些质的姿 效果 为奉祢 要加力奉祷